远看航运向天堂,近看航运向银行,走进航运向牢房,不如回家放牛羊,说的就是航运人的心酸与苦楚,今天就跟随超级货轮的脚步走进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,一睹奇惊人的工程创举,公元220年,万里长城,公元1420年,紫禁城,1997年,三峡大坝,2002年的又一个石破天经之作, 那就是坐落在汪洋大海中全球数一数二的庞大建筑工程,这就是世界最大的深水港阳山港,码头岸线长达20公里,有50个船位,离岸超过30公里,竟由全球第三大跨海大桥衔接大陆本土,这里有巨大的起重机,最尖端的控制系统,和全神贯注的工作人员,他们早已刷新了装卸巨大集装箱船的世界纪录, 2007年春天,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型集装箱轮船古德龙马士机号,航行到中国离岸32公里处,甲板上高高的叠满了3000个集装箱,价值数百万美元,古德龙马士机号的船员正准备卸货, 将他们卸到全球顶尖的大型集装箱设施阳山港深水集装箱港,此时这座超大港口的竣工期还早得很,但阳山港的码头长度已经超过三公里,码头上配备了全球最强力的起重机,高科技的拖车,和全球集装箱最先进的控制系统,加上业界低流的集装箱港营运人员, 他们正准备迎接古德龙马士机号,今天注定又是忙碌的一天,从这艘大船驶进码头的那一刻起,他们只有20小时卸下3000个集装箱,再把2000个集装箱装船,借着3000个卸下的集装箱必须由港口运往陆地,期间横跨32公里的汪洋大海,容不得出半点差错,吴建文和江伟都是上海阳山港的银行人,他们的任务是登上外海驶来的货船,引导他们驶入港口, 但是别以为这样的工作很简单,从海水的颜色就能看出端倪,每年有上百万吨的淤泥冲刷到长江,再随之流入大海,淤泥在长江与海水交接处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沙洲,数百艘船只就得从这里开进上海,再退潮石淤基的港口航道仅7米深,如今只有华奖的小船能在水深7米处安全通行,驶入上海港的最大船只水深需要12米,只能等到涨潮时才能进港, 因此船只进出港口时也要非常精确地计算潮水的高度,今天这艘大船只需要8米的水深就能进港,在涨潮时可以安全通过沙洲,但这并不表示吴建文和江伟可以轻松过关,他们看似轻松,但心里明白问题才刚开始, 因为上海的水路干线严重堵塞,堵塞水道的不只是淤泥,他们的船正要进入黄浦江一条贯穿的小河,即将通过全球船只堵塞最严重的地方,每天24小时有100多艘5000吨以上的大船驶进这个河口,还有100多艘往外驶出,加上不计其数的小船,把船开进黄浦江的困难度简直是难上加难, 黄浦江的河面宽度达400米,但实际能够航行的区域连300米的宽度都不到,有些地方只有200米宽,航行中的船只转弯时需要船身3到5倍的距离,为了避免发生撞击,100米长的船只需要300到500米的河距,但黄浦江的航道可没这么宽,此时只能依靠拖船把船推进码头,在如此狭窄航道的挑战,让吴建文和江伟的银行员生活精彩刺激, 数十年来上海一直是世界级的港口,但是随着轮船的越造越大,他们要把大量货物运到全球各地,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,如果这些巨轮无法进出上海港,就会选择另走其他路线,那么上海洋山港将遭遇巨大的损失,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深水港洋山港,集装箱海运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航运方式,人人都说航运好,干了航运都想跑, 十年航运八年亏,吃饭买单向乌龟,在赚钱变得越来越难的情况下,于是航运界的天才们把船造得越来越大,所装载的集装箱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沉,随之而来的港口也需要不断地拓宽加大, 20世纪90年代,上海在长江口外的外高桥兴建新的集装箱港,在外高桥停靠的船只不必开往黄浦江,港口水深超过12米,但后来轮船的规模再度攀升,就像古德龙马士基号这种大船,宽度超过40米,长度超过300米,连爱菲尔铁塔都称呼其后,外高桥的12米多的水深又开始明显不足了, 对于这个要装载13000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来说,水深至少要15米才够,这个等级称为超巴拿马极限船,上海港也容纳不了,把一艘350米长的船只开上交通庸色的黄浦江,黄浦江400米宽的河道比古德龙马士基号的长度多不了几米,转弯时恐怕是一场噩梦,另外横跨黄浦江的两座大桥也是异常艰难,与此同时上海港的竞争对手们,比如香港和新加坡, 就不存在这些问题,于是公元2002年,上海选定阳山这个地点,离岸32公里,水深15到20米建造了一个世界级的集装箱港,在此之前,阳山还是一个小渔村,工程师曾考虑移山填海,但终究决定不要破坏阳山的自然地形,决定在原有岛屿的基础上进行拓宽,这项计划需要一座真正的超大建筑,一个岸线长达20公里的码头,可以同时停泊50艘船, 港口每年可以处理2500万个集装箱,一天就要应付7万多个,工程预估将耗资180亿美元,2002年,阳山港17工程启动,他们需要在流速每秒2米的海水中施工,他们要承受台风,大雾等恶劣天气,工程师为了兴建阳山港,必须填住一座人工岛屿, 港口面积高达10平方公里,比2万个篮球场还大,并且坐落在15米深的大海中,填海需要数十亿立方米的土壤,那么又去哪里弄来这些土壤呢? 这就得请出超大挖泥船新海龙号,这是一艘荷兰制造的挖泥船,两个巨大的坝头犹如深海蛟龙,连45米深的海底淤泥也逃不过这双利爪,不但挖掘量大,动作也快, 这条海龙的肚子里有两台12气缸柴油引擎,每台可产生9000千瓦的电力,深海龙号只要一小时就能把泥舱填满淤泥,深海龙号的泥舱可容纳12888立方米的淤泥,相当于二十几万桶啤酒,泥舱填满之后,用两个巨大的机桶,在12000立方米的淤泥中抽水,深海龙号开工将近一年后才完成第一期工程,倾泻了30亿立方米的淤泥, 足以填满100多万座奥运游泳池,在超过15米的深海兴建了一座人工岛屿,未来阳山岗还有两期工程,还需要130亿立方米的泥土,它们足以填满整个泥丝湖,在大海中填住一座1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集装箱港,中国耗时只要短短4年,现在全球顶尖的巨轮古德龙马世纪号已停靠在上海阳山岗准备卸货,阳山岗必须卸下船上3000个集装箱, 再把2000个集装箱装船,需要在20小时内完成,每单个一小时就要损失几千美元,只有一流的高手才能完成使命。 阳山深水岗旗下有13位高手,这就是STS40船对岸起重机,足足有50米高,和传说中的特斯拉不相上下,它由镇华港机公司位于长江口的长兴岛上制造,离阳山岗只有125公里,也是全球第一大起重机工厂,但即使在这座超大工厂有大量金属架子高耸参天,但是制造阳山岗的起重机还是难上加难, 大多数的集装箱起重机一次能吊起一个40英寸的集装箱,或两个20英尺的集装箱,阳山岗的起重机必须拥有双倍的力量,还要有足够的高度。 对于镇华来说要供应阳山岗超大起重机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制造过程,起重机出炉后,送到集装香港需要长达6个月的组装才能投入运营,但镇华公司的起重机可不同,起重机运抵后无需组装,它是组装好后直接用镇华公司特地修建的货船运送到全球各地,目前的问题就是这种船无法运在阳山岗的超级起重机,于是镇华攻克难关,将起重机的重量降低却保留了其原有的功能, 大多数国外的集装香港起重机一小时能处理30个集装箱,但是阳山岗的起重机能应付50几个,靠的就是张义这样的起重机操作员,他们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,努力工作加班加点造就了惊人的产量,操作集装香港起重机就像在游园会里吊奖品游戏,只不过这个奖品重达好几吨,操作员的操纵起重机的升降器称为吊具,在每个集装箱上方定位,然后靠眼力和手劲放下吊具, 吊具定位之后启动吊具上的自动锁加紧集装箱,把集装箱吊起来越过甲板下放到码头上,然后周而复始, 起重机操作员在装船时必须把20英尺的集装箱对准甲板上的销钉,准确滑进或舱内建的凹槽内,免得集装箱在海上晃动, 就像从50米高处把大象放到硬壁上,起重机操作员必须一次到位,集装箱一旦发生碰撞,里面的东西可能受损, 因此起重机操作员必须养成一种直觉,装卸货物的速度都要刚刚好, 起重机把集装箱卸到拖车上,从码头载到集装箱厂,集装箱厂的橡胶龙门起重机, 把集装箱从拖车搬到地面,但这个过程不只是吊集装箱这么简单,集装箱的外观大同小异, 除非比对货单上的号码,否则根本无从分辨。 在货船出海前,船公司的电脑会逐一分析几千个集装箱的内容和目的地, 然后分配每个集装箱的装船位置,第一个港口的集装箱叠在顶上, 最后一个港口的集装箱则叠在底下,一旦摆错了位置, 就会扰乱下一个港口卸货的作业。 而阳山港的竞争对手香港和新加坡的港口, 一年各自有三千多万个集装箱的吞吐量, 但是装载失误率还不到1%,要想立于不败之地, 上海的港口研发出一套最先进的管控系统, 在营运控制室有一套精密的闭路电视监督系统, 可以协助侦测任何可能的问题。 码头上的电脑系统送出详细营运计划, 起重机、拖车和橡胶轮是龙门起重机驾驶舱的萤幕, 一律和港口控制式电子连线, 好让起重机操作员和司机清楚自己要搬运哪个集装箱, 这里还配备了世界上最好的拖车, 左右都配备了电脑, 阳山港的系统发挥出最大效率, 把一搜搜巨轮准时送出海, 通常装卸或作业彻夜进行, 在进港20个小时后, 古德龙马17号巨轮准时驶出阳山港, 留下3000个装满进口货物的集装箱, 带走了2000个集装箱的出口货物, 但阳山港的任务尚未结束, 还要把卸下的这3000个集装箱运走, 为了和其他世界级集装箱港一较高下, 阳山港每年必须具备搬运2000多万个集装箱的能力, 可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岛要如何维持竞争优势, 于是只能在兴建一座超大型建筑东海大桥, 它拥有6车道, 总长32公里, 比12条金门大桥还要长, 是全球第三大跨海大桥, 全球第二大桥就在西边80公里处跨杭州外, 这么长的桥梁在陆地上兴建就已经很艰难, 何况是在海上建造, 光是设计东海大桥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, 桥面必须融得下6车道的集装箱车, 桥梁的高度要让顶尖的巨轮在桥下通行, 又要经得起大自然的考验, 另外从大陆本土到阳山珠岛, 海床上只有松软的泥巴, 无法支撑6车道, 工程师虚拟强风巨浪, 车祸和超大船只撞击桥梁, 以找出哪种设计最精的气考验, 最终决定两种桥梁并用, 东海大桥主要是一条箱梁桥, 由600多段混凝土跨距组合而成, 最长的跨距相当于四座排球场的长度, 不过在两个地方变成了斜拉悬吊混合体系桥, 这一段跨距的高度足以让船只在桥下通行, 桥梁以优雅的S型蜿蜒海中, 以免桥下通行的船只和强大的洋流正面冲突, 接下来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把数十公里的混凝土, 毛固在近满水的泥土里, 并且在台风中屹立不摇, 工程师把6000多根基桩打入海底, 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7颗人造卫星, 将误差直接于3到5毫米之间, 下一个难题是如何打造600多段2000多吨的混凝土跨距, 在如此汹涌的大海中, 每年顶多只有6个月施工期, 于是他们先在陆地上预制庞大的跨距, 然后用拖船拉到海上, 随着工程逐渐深入大海, 工人甚至吃在桥上睡在桥墩里, 2005年12月10日, 经过42个月的施工, 东海大桥通车, 阳山港的集装箱可以通过它顺利地往陆地运输了, 桥梁管理人员通过这间高科技的控制室, 关注着桥上的一切, 这里有80个歼式摄影机沿着32公里长的桥梁分布, 2007年, 阳山港从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提升为全球第二大港, 只差100万个集装箱就赶上对手新加坡港, 2020年完工之后, 阳山港将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, 阳山港的码头岸线长达20公里, 可以停泊50艘船, 每年的吞吐量高达2.5亿个集装箱,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,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, 咱们下期再见,